除了朝鲜半岛 战火弥漫的加沙局势方面 以色列星期三再次发动两场空袭 炸毁了中部地区的学校和基础设施 造成18人死亡 当中包括6名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 难民救济工作署人员 哈马斯指控 这场空袭是以色列军队发动的 预席地点位于加沙中部纽瑟拉特的一所学校 现场只剩下一片断壁残垣 有些难民正在寻找失踪者和亲友的遗骸 幸存伤者陆续送往医院急救 加沙卫生部指出 以色列在加沙持续11个月的行动 造成至少4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另外有超过9万人受伤 因这 pants会补牌 即用超过9万人受潮 写着 写着